日本南篮最后一战终归还是输给了巴西 面对这只老牌每周近旅扫了八车里的日本 实力差距还是太大了 最终日本南篮小主赛三战全没 巴黎奥运会之旅终结 颤招横扫出局 但是我却笑不出来 因为我完全看不到中国南篮路在何方 正如赛后和尘永辉的发言 他说日本篮球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他们与国际高水平篮球的差距正在日益缩小 这是实话 水滴丧险能够实穿 只要持续进步 假以时日 日本南篮终究能够对接国际水平 这最后一战 1米72的小个子何春永辉 再度打出了21分210助攻的数据 一个月前 他收到了灰熊队的训练营合同 下个赛季季前赛 何春永辉将登陆NBA的赛场 为灰熊队打季前赛 尽管训练营合同的薪水 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何春永辉的身高只有1米72 可是这就是梦想萌芽的开始 反观我们呢 我们还有敢于追梦的人吗 有的人哪怕天赋超过何春100倍 可是连选秀都不敢参与 毕竟国内事少钱多离家近 又何苦为了梦想二字搏命呢 其实这就是中国南篮所陷入的金钱陷阱 我们国家任何一个行业 都奉行多劳多得的铁律 为此我们必须奋斗 哪怕是二哥这种忙流的自媒体 如果不加班加点保持高频率的更新 也吃不上这口饭 果然每个行业都会诞生精英 可唯独篮球和足球这两个领域 并不存在奋斗才能生存这一概念 所以这两个领域的运动员水平就格外的烂 努力与否都能赚得盆满钵满满 那谁还去奋斗 谁还去追梦 试想一下 假如中国南篮的运动员 面临的都是南苏丹球业的困境 不玩命 连个饱饭都困难 我们在打比赛的时候 还会那么吊儿浪当 训练的时候还会这么松松垮垮吗 他们随便拎出来一个人 天赋都远超合成勇辉 可是论奋斗的精神 我们差远了 我们联赛的NVP 每天练习300个投篮 都能当成自豪的事情说出来 这种努力程度敢问路债何方啊 日本南篮被横扫出局了 可我们连一个去奥运会诉求的机会 看起来都渺茫无比